还记得在这间红龙中,小张八户的宠妃小张那,她的个性先真来张囊,简单来直爽,虽是反派却很讨喜,她的放弃又有形,面前两个巡游卷,两边各差一支小女猪,重量的小书妃,继宠谱都可爱,小女妃妆和妃妆妊群,都是小龙妆的颜值巅峰时期,从此我们记住了那个卷妆男,也记住了上子女, 女妃妆是林诗英的又一个身份,她虽然画了面容,可是头饰现一点对比身子低调,满满一圈的米粒在头上,无毒有偶了,索小圈在名笔正观当中的造型,也和女妃妆如出一绝,看起来两人带的头饰材质是一样的,雅芬的气质在剧中最有胜成,我想什么是气质型的书女,雅芬便是最好的权势,雅芬的速度三子, 似乎是现在很常见的上子谷,想起宝人东前众里的宝妹,另一只单子分裂两旁,都是上子谷的类型,虽然以前的女星不得满头金钗,但是她们也都尽可能的用头是铺满自己的发地了,各个都是金宝正深的美人胚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